我这本书要跟大家说一说 这本书其实每一张专门不超过25页 而且是希望用这么小的篇幅 把整个学科里面主要内容都给大家说到 所以这本书的用法可能大家要注意 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建议 这本书可以用作你们学习机器学习的第一门课 第一本书 但是这本书该怎么用呢 建议至少你们要读这么三次 第一次的话通读速读 一定要读得快 如果你自己读的话 我建议在一个月时间里面把它读完 读不懂得跳过去 基本上要了解机器学习里面大概有些什么东西 它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思想 然后以后在这个基础上有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之后 再慢慢地学习 所以首先这个入门的学习要观其大略 这个其实体现在大家怎么去理解入门 有的人认为入门是我要先抓住一两个点 把这两个点搞得通了 搞得透了 然后其他的可能我都不懂 就像我要学植物学 我先把梧桐树搞明白 把梧桐树全部搞得很清楚 甚至变成专家了 但是从我的理解上这不叫入门了 你如果搞植物的人 你应该把什么是桥木 什么是灌木等等 这些东西都搞明白了 但是里面的某一棵树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这是一个入门的过程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整个这个学科它的疆域里面 哪个地方是有山 哪个地方是有水 这个是读第一遍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大概 这一遍一定不能够太慢 因为一旦慢的话 前面你读过的到后面都忘掉了 所以一定要快 争取一个月之内要读完 你可以规定一下时间 比如说400多页一个月 那一天你至少要读15页 按这个流程 如果15页你能全搞懂就搞懂 搞不懂就跳过去 然后呢 然后我建议大家可以阅读一些 关于机器学系的具体分支的材料 比方说这个书里面告诉你了 在我们打举一个例子 假设说支持向量机里面用高四核的 大概可以做什么样 但是很多具体的东西你要展开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内容 这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找材料 这种材料应该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其实大家都是南京大学的学生 都是理工科大二大三了 根据一个内容去找相关材料 这个能力一定应该要具备 其实最可怕的是一个东西 你不知道它的存在 所以这是入门一定要解决的一件事 你要知道有哪些东西 而到了知道有哪些东西之后 到你真正要对这个东西进一步地搞清楚的时候 你应该有这个能力去找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第二方面 大家可以去找一些具体的材料 然后过了这个三个月大概半年时间呢 你们再回来读第二遍 这一遍的时候 你就可以对一些关键点有一些理解了 这时候你再读我这本书 可能对这件事会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认识 这个时候可能起到一个提纲气凌的作用 再然后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书放一放 如果你们因为特别是人工智能学院的同学 以后肯定在几十年里面都离不开机器学习了 那么你会不断地接触很多东西 然后过了若干的时间之后 我说比如一年到三年之后 你再回头来看一看这个书 然后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平时没有太注意过 没有想到过的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往往可能就是一两句话 而这一两句话在你初学的时候 你可能是根本体会不到它的存在的 我不知道大家学其他学科领域有没有那种感觉 其实每一个具体的知识点 你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但是每一点你都搞明白了 你可能总体上你还是不知道 它到底在告诉你什么事 到底它能做什么 它什么时候该用什么 什么时候该去思考 怎么去思考 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我这本书 可能在这方面会对你有些帮助 有些东西可能它的联系 你以前没有注意到过的 你在看这本书 其实有一两句话 它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这中间的一些联系 所以这本书大概来说 可能要用这么三次 至少你们要这样来读 这本书 感谢观看